嗨 Bobby 嗨 Ken 滿山滿谷的芭比娃娃 擺滿整個房間 尤其這一座大書櫃 不僅是只有眼前看到的這一排 往裡頭一看 WOW 每個角落都佔滿了芭比 猶如電影芭比真實上演 而這麼熱愛 還把所有的空間幾乎都讓給芭比的人 就是她 年紀二三歲的造型師唐唐 幾歲的時候 然後剛好底下的最後一排 有兩隻芭比 然後一個是藍色 一個是粉紅色 然後我就挑了藍色 這個我就跟我媽媽講說我想要這個 然後我媽媽就說你確定嗎 然後我就說確定 然後她就買給我 然後就從此就是一直玩到現在 那個時候我奶奶其實是買超人給我 然後我就跟我奶奶講說 超人沒有口紅不漂亮 也就因為這一句 超人不能畫口紅 讓唐唐對芭比的喜愛激進瘋狂程度 不但收集超過上千隻芭比娃娃 連美太爾公司都知道她 近幾年還遠從國外寄送專屬 芭比給她當紀念 不過僅僅收藏還不夠 為了讓自己的娃娃 是世界上獨一無二 她還為此稱為芭比造型師 因為我很熱愛芭比 想要給她們做造型 然後我就去念了就是美容美髮科 然後一直到大學都是念時尚造型系 然後在那個時候結束之後 我其實也當過短期的彩妝師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嗯好像跟我小戀人不太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 哦好像可以從我最拿手的芭比入手 因為其實有很多芭比收藏家 是非常非常就是喜歡 就是讓自己的娃娃看起來更有特色 更獨特 然後他們喜歡就是唯一的感覺 所以我就想說 那這個裡面跟我是相符合的 那我就開始從事這個行業 就是這個工作 然後一直到現在 不管是上髮卷還是綁辮子 或者是幫芭比畫上完美妝容 對唐唐來說 其實跟做了的造型 沒有兩樣 說法材料幾乎相同 花的時間也差不多 畫人跟畫芭比其實 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畫臉 那比如說像你做一次滑花 大概你要畫多久的時間 基本上的話 普通的話 是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但是複雜一點的可能就要兩三天 那什麼叫做複雜 什麼叫做簡單 像大家看到這種頭髮 就是港風的這種頭髮 就是很簡單 那可能兩三個小時就好了 從上髮卷到這個頭髮梳好 這樣子 那複雜的頭髮呢 其實就像是一些 這個就比較複雜 這可能就要一到兩天 它才會複雜 因為你看中間其實是一個頭髮座都不跌結 然後它還有一個小瀏海 你這些是需要時間去定型的 它才可以完成 每個月其實平均下來都要輸五六十支左右 那你收費 收費是千元左右 那都很特別 很特別的就會到好幾個千這樣 爸媽會聽說 你這個能夠當飯吃嗎 當然父母都會有這樣的疑慮 但是你純直的給他看的時候 他就打消這個疑慮了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玩bobby人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充斥在各行各業 各年齡層都有 醫生、律師、老師 他們其實都是圓小時候的夢 可能小時候沒有辦法就是 玩那麼多的bobby 然後他們長大之後的能力之後 他們願意收藏 然後去滿足自己童年的夢 近期bobby真人版電影在各國上映 首座票房就交出亮眼成績單 全球還掀起一股粉紅熱潮 也讓bobby娃娃再度吸引關注 不過如果想像堂堂這樣 以此為業 他也給出入行建議 如果有人就是想要入行的話 那我還是建議就是先去學 真人的彩妝造型 會對進這一行會比較有幫助 因為其實非常多的理論都是相通的 只是你做的對象不一樣 就是你今天做的是假人 但是他所有的東西啊 像臉型啊 他一樣有區分 跟他的髮型啊 一樣是有的 就是該有的他都有 只是他縮小了 所以如果真的想做到漂亮的話 還是必須要去經過系統化的學習 才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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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